就是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六道里面 六道的范围太大了 深深世世 我们与哪一道都有很深的缘分 缘分最深的 一般讲人死了就做鬼了 这应该是缘分最深的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为什么 鬼是贪心变的 于是这世间人 哪个人没有贪心 贪嗔痴慢疑 贪的确是排在第一位 贪心就到鬼道去了 佛讲的这些话了 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要牢牢记在心头 时时刻刻提起观照 我们不想到鬼道 不想去做鬼 也不想做畜生 也不想躲地狱 那么换一句话说 贪嗔痴 要很小心谨慎 这个念头起来了 赶紧念佛 把他扶住 要控制住 念头才起 立刻就控制住 这叫功夫 这叫真实利益 果然控制了 三窝道的预言就断掉了 善道 善道里头 第一善 我们知道 是往生净土 清净彌陀 那我们就拼命 要把这个预言加强 有空就要念佛 不要去想别人 希望在一年半载当中 就能让这个佛号不中断 能不能做到难 完全在自己 自己要求自己 不要打妄想 不要想东想西 就想阿弥陀佛 因为烦恼稀气很重 自然就断了 不知不觉它就断了 这个断着佛号叫 圣念 你把阿弥陀佛 撕掉了 这叫圣念 圣念不怕 赶快把它找回来 这句佛号又接着你 念没多久的时候 又忘掉了 又不接了 开始 两三个月就跟打仗一样 拉锯战 一会不接了 一会马上拉回来 拉锯战 拉个半年就差不多了 你就会打圣了 打圣是佛念度 那忘念就很少了 真正这样用功 一年之后 我们相信了 忘念没有了 全是佛念 这个时候 静宗 有说叫功夫成品 什么叫功夫成品 这就是功夫成品 只要念到功夫成品 往生就有报 要努力 决定不能够妥协 不能跟自己妥协 要非常认真 非常努力 把这一章打印 我们得圣 就打基罗事下去了 请不吝点赞